你要有证件刷一下 航警人员在国门前战战兢兢守护边境 如今全球疫情诡谴多变 甚至还有印度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就有医师喊话支持边境人员 应该优先施打MRNA的莫德纳疫苗 MRNA的疫苗打过两剂 对病毒传染的保护率可以到八成八 AZ的话可能到六成 对这些技术人员这些边境人员 如果他们有了莫德纳 他们可能得到传染的机会比较低 那希望将来再配付疫苗的时候 机场可以成为一个单位 那航空公司要另外计算 一致认同第一线执勤的边境人员 应该受到最好的保护 指挥中心也快速给了回应 防止这个相关的可能的变种病毒的入侵 所以在边境人员的一个保护 那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会拨一万计 直接由交通部交由这个 机场边境相关的人员来做施打 那因为机场的这个 包括CIQS的团队 就是像海关 航警 证照查验 防疫的人员 那甚至机场的一些工作人员 那都是列在第二类 18日要配送的第二批 七万三千两百计末的那疫苗 边境人员可以优先打 只是这优先施打 竟然得辗转争取 摊开公费疫苗接种对象表 属于在第一线执勤的边境人员 本来就列在第二类 维持防疫量能的名单中 偏偏打疫苗的顺位 还排在丁移民们之后 当然引发争论 应该都要留给 全数留给第一线的 基层医护人员 或是公务人员来使用 因为他们要在第一线 面对更多未知的情况 绝对不能有任何一剂疫苗 是要留给高官 或是留给有特权的人士来使用 疫苗资源有限 更应该留给需要的人 偏偏就是因为中央疫苗短缺 导致全台都有施打 不公平的状况 特权插队打疫苗 接连被踢爆 难以另外一件幸福 自然也无法平息民怨 欢迎新闻 众号报道